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最多 但是美国黑人的犯罪率一直比较高 直到最近十年仍有20%的黑人男性有过监禁历史 那被警察训诫或者被逮捕的人数就更多 历史上这个数字更高 往好一点看 美国黑人从黑暗的奴隶制到现在 他们的犯罪率或所谓的犯罪率一直在降低 政府提供了各种社会补助教育机会 挺有效 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有人说如果从美国政府对黑人的奴隶制 百分之百的监禁率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黑人的监禁率却是一直在下降的趋势 目前的20%的监禁率已经是不错了 这个听着不太对 但确实是美国社会历史事实 现在美国社会主要是历史和法律专家们 他们在讨论美国黑人犯罪率高的历史原因 其目的是希望能从中找到根本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最早来到美国的黑人与其他主义一样 也是坐船来的 但是美国黑人却是被贩卖 像动物一样被贩卖到美国成为奴隶 他们生活在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的大监狱 长达几百年 这就是美国的奴隶制度 美国南北战争后取消了奴隶制 奴隶解放了 黑人自由了 政府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黑人 黑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园 有了土地的黑人知道怎么种地 但是缺乏农业贸易交易的经验 很快 大部分黑人又把土地卖给了原农场主 又生活在贫困线下 或者是给农场主打工 对黑人来讲 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黑人虽然自由了 但是黑人在政府中没有代表 没有权利 政府官员都是白人 在南方很多都曾经是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军人士兵 因此 南方的各个州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在经济和政治上限制和剥夺黑人的权利 对于黑人来讲 虽然政治权力很少 但是自由后的黑人仍然积极参与民主投票 行使自己的权利 取消奴隶之后十几年 黑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 有了自由的黑人 他们开始从政和经商 取消奴隶之后十年二十年 已经出具规模 相当可观 这个历史照片呢 是南方黑人 美国南方黑人的华尔街 一个公司成员集体照 在这个时候 白人感觉他们自高无上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白人种族主义开始盛行 他们利用白人人口多 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限制和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力 子字搞出了种族隔离政策 也就是说 在取消奴隶制 黑人被解放后四十年 黑人又失去了选举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北卡州威明顿市的民选政府被暴徒推翻 南北战争后 奴隶制取消 威明顿市有着蓬勃发展的黑人中产阶级 有老师 有律师 还有企业家 黑人也被选为市政府的议员 与白人共同执政 1898年在州政府的支持下 一群白人暴徒冲击市政府 打死黑人议员和上百名黑人 这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政变 推翻一个民选政府 而肇事者没有人受到惩罚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著名的北卡州立大学校园大门口 有一个纪念南方士兵的碑 叫做沉默的三母 他在1913年建成 当时初前建这个碑的商人 他在剪彩揭幕时说 他建这个碑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南方白人记住 白人至上 不要忘了为保护奴隶子 而牺牲的那些白人士兵 他鼓励南方白人 要为死亡的士兵去惩罚黑人 他为此痛殴痛打过一个黑人妇女 这个照片是1903年 一处的美国黑人少年犯集中营 在种族隔离时代 尤其是在南方 虽然奴隶制没了 但是社会呢 却已经被分成两个等级 如果是黑人就有原罪 是黑人就已经有罪了 执法官员和警察都是白人 很多呢 又都曾经是南北战争中的军人士兵 下等的黑人 只要一出家门就有可能犯罪 和被指控犯罪 走错了街道就可能犯罪 坐公共交通车 坐错了位置等等 都可能被监禁 美国黑人被强制的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 而白人呢 却堂而皇之的生活在其中 同时高傲的指责 黑人的犯罪率高 在那种出门就有可能犯罪的环境下 美国黑人男性的犯罪率高 孩子们出生后常有单亲母亲抚养 没有父亲出现 也没有正常的家庭环境 有人总结得很好 很贴切 说美国黑人在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 而黑人的男性 黑人的男人们 却生活在监狱之间 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 美国终于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 此后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改善 但是仍然没有解决 黑人与司法系统的矛盾 但是监禁黑人仍然以其他的形式存在 犯罪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比如从1971年 当时种族隔离政策刚刚被废除 美国政府就宣布正式向毒品宣战 这听的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白人吸毒后往往得到保释 因为有钱而不被起诉 而黑人则刚刚从种族隔离的底层解放出来 因为吸毒被抓后没有钱保释 结果是往往定罪服刑 对黑人更加不利的一点是 黑人在种族隔离时期被监禁率极高 虽然都是小罪 但是在司法系统里就有底案和旧案 而这些底案旧案在用毒品后被监禁的时候 就被用来增加服刑时间 所以又进入监禁的恶性循环 从1971年美国对毒品宣战开始 这毒品战是越打越激烈 每一届政府呢 都有自己的毒品战撒谎 或者是毒品战总司令 而且每一届政府都宣布 毒品战取得了胜利 而胜利的结果呢 往往是一方面美国毒品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大批的黑人走进监狱 尤其是年轻人 美国监狱人满为患 但是政府呢 总有办法 这是在加州的检疫监狱 这个图是已经知道的一些服过毒的明星 有人说啊 大家都在吸毒 而真正因为吸毒而服刑的又多是黑人 最后总结一下 美国黑人被贩卖到美国后 先是进入奴隶制的大监狱 然后呢 就是面临司法制度的监狱 美国黑人犯罪率高 这是事实 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也是事实 但是这一切都有其历史原因 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我们希望能走向良性循环 谢谢观看收听 如有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如喜欢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